当年西梦遥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 他老公何游君激动地称呼儿子为赌王家族长孙 足以见得南丁在豪门何家的地位所在 不过何游君作为何家最小的儿子 却为家族第一个生下长孙 这事儿在何家属时有些让人摸不到头脑 尤其是一项跟赌王四房梁安琪水火不容的二房蓝琼英 又怎么愿意把长孙的机会让给四房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二房唯一的南丁何游龙了 坊间曾有消息称 何游龙并不是二泰蓝琼英的亲生儿子 而是赌王何鸿燊跟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 只不过放到二泰那边抚养罢了 这种说法说实话在赌王何鸿燊这个豪门家族来说 已经见怪不怪了 二房的何游龙 三房的何超云 四房的何超新 都曾被怀疑过是赌王何鸿燊和其他女人所生的孩子 不过二房的何游龙之所以背上私生子的名号 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他的四个姐姐之间的关系 实在是不够亲密 在很多人看来 明明是亲兄妹 奈顺明到底为何会说这种话我们不得而知 但奈顺明本人的人品在何家可不怎么样 奈顺明是何鸿燊的妹妹何婉琪和堂弟何鸿章所生 也是一段禁忌之恋结合的成果 长大后的奈顺明更是试赌路命 就连赌王何鸿燊也没少出来帮他收拾烂摊子 因此他所说的话 大家伙还真就别听风就是雨 另一方面赌王二房蓝琼英那是何等狠角色 一个十四岁就陪在赌王何鸿燊身边的女人 又怎么会允许赌王把他跟别的女人所生的私生子 既养在自己的名下 这一点明显不合理 更何况何鸿燊从小跟着母亲长大 是蓝琼英的心头肉 他一直很疼爱何鸿燊 按照蓝琼英的性格 是绝对不可能如此疼爱别的女人的孩子的 不得不说太低调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错 在哥哥何鸿光去世之后 何鸿燊作为赌王的长子 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都完全不输自己的哥哥 绝对是可以在赌王何鸿燊家族挑大梁的存在 然而在何鸿光去世那年何鸿燊还太小 没办法继承赌王的事业 何鸿燊把精力放在了对何鸿燊的姐姐何超穷的培养上 事实证明何鸿燊的眼光十分毒辣 何超穷雷厉风行 将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 何鸿燊的妻子 视为他乃创始人罗贵祥的孙女罗秀英 但你可别以为罗秀英跟何鸿燊是家族联姻 他们两个人那可是如假包换的真正爱情 而何鸿燊更是典型的老婆奴 结婚至今依旧把老婆捧在手心里疼爱 出门拎包 眼神锁定 那都是何鸿燊宠溺老婆时常有的状态 老婆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因为心疼老婆 说什么也不再生第二个孩子了 这才导致何鸿燊虽贵为何家长子 却一直没能为赌王何鸿燊生下长孙的原因 何鸿燊经常说自己能有如今的成就 多亏了太太这么多年的支持与陪伴 或许对于何鸿燊来说 什么身份地位什么长孙荣誉 都不如跟罗秀英恩爱百年更为重要 对比下赌王何鸿燊的花心 他儿子何鸿燊的专一深情 还真就有些来之不易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何鸿燊跟众多豪门 顽固子弟的不同 才让何鸿燊赢得了更多的好口碑与明星 就连一直以为的对头四泰梁安琪 都对何鸿燊称赞有加 这才是所有豪门子弟的榜样啊